火段乡文章川 有着要让社区记民有一个 运动休闲的机会 在今年8月是生日火段乡第一期泰国堆 头一回在今年火段 生日有文化座当中 在想到大家的娱乐 对中也出现两位 国后鸡毛鸡毛鸡毛手 让表演是更加精彩 在今年火段乡 生日有文化座当中 古代点表演的就是 是今年8月才生日的火段文章泰国堆 很多演出是这条 現場的观众在整个拖沙 每星期五晚上 火段文章川面圣装 都会组织一顶 没有婚姻会社区记民 他们就是文章社区泰国堆 在专业老师的教导之下 这第第35位 文章社区泰国堆 已经打到有模有模 在某个寿坛 看到那个泰国堆 我就觉得说 这个泰国堆蛮好的 可以头脑并用 也不会老人知道 又到社区去参访的时候 看到那个 我们这个老师 刚好都同样一个老师 说 连那个勾盆 条盘都拉出来 在打了 我就想说 我们花坛18个村 18个村 都没有人有泰国 我想说我们文章 来成立一个泰国堆 一定是不错的地方 可以让我们这个社区 带动起来 又热闹又好看 虽然说是社区的泰国堆 但是在专业当中 出现了两位国后的姬妹 也在专业 看到他们跟大人 同样在打国 没说你不知道 他们打国的资料 是比肯定的大人更多 因为他们是 会大国后泰国堆的生丸 你喜不喜欢打鼓 喜欢 喜欢 我喜欢打鼓 有兴趣 有兴趣 有兴趣喔 那你呢 你为什么喜欢打鼓 可以运动啊 那你 会不会酸 不会啊 那你呢会不会酸 会 那你这样打多久了 你记得吗 我记得 你记得喔 两年 两年 下高丁子中标西 联系泰国队 不然这些可以运动 也可以可以整个家庭 生丸 既然的感情 所以他们一家三家 都出来联系泰国 原乡那个 博阿小区参访 刚好我们的柯老师 柯明老师 在教课 看到那个 阿公阿嬷在那个 敲 敲螺打鼓 喔 很冷啊 啊 又加上我两个孙子 在花坛国小 也是泰国队 那我们祖孙三代都来打太鼓 又可以增加亲子互动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来组这个太鼓队 不分老人儿子 每一个孤雅都代表到 本地下股的精神 虽然他们成功 才队队三个月 但是所夾出来的生意 确实让人不敢看亲 新中华新文北边陵 会担柴方布的 谢谢大家